大家好,欢迎收听政派部节目 今节就想和大家跟障一下关于菲律宾的话题 在早两天,中国海警局发言人提及到 菲律宾有一艘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滞留在仙宾礁附近 不过这艘船原来停留了大约五个多月 如今终于舍得走 而且可以说算得上走得很猖狂 不过原来有不少人一直都很关注这艘船的动态 据说在内地有不少你可以说是好市之徒 也可以说是军事迷的网友一直留意着船坡自动识别系统AIS 据说就透过AIS发现这艘船慢慢驶离仙宾礁区域 而之后再由中国海警局公布这一则消息 如今这艘船已经回到菲律宾的港口 为什么这艘船会停留在仙宾礁附近呢? 据大部分中国媒体都认为 这艘船是自今年4月17日停留在仙宾礁附近的 意图就是复制另一艘在仁爱礁坐摊的船只 希望藉此将仙宾礁的领海据为己用 不过很不幸今次的计划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 不过一直以来中国的海警部队都在仙宾礁附近 高度戒备 不过虽然是这样的 海是这么大 让一艘菲律宾的海警船乘虚而入都不是难事 但是当特置有一艘船停在仙宾礁附近 又赶死不走的话 很自然的就是中国的海警部队 不就部署更多船只在附近戒备 并且实施全面的封锁 搞到菲律宾当局根本没办法可以向这艘船进行补给的 于是乎这件事扰让了好几个月 最终就以失败告终了 那好了 为什么菲律宾又不像在仁爱照那艘船 马德雷山号可以坚持这么久呢 当中有不少的细节都由菲律宾媒体披露了出来的 据说这一艘坐摊在仙宾礁的 菲律宾海警船回到菲律宾的港口之后 就有不少记者拍着那艘船靠岸 而之后就有队医疗队走了上船 并且将里面的船员由担架抬他出来的 而另外也有其他人不需要用担架抬出来的军事人员 一个一个表现都很潮水 走出来没来精神的样 而且有更多救护车驶到这个码头里的 另外更看到有医护人员对阿Dee 中能够行动的船员和他们打钓架 很明显的就是这艘船上面的船员一个二个都病到五颜六色 而之后菲律宾媒体也透露出更多的细节 我们大约都能够从这系列的细节都可以见到 今次菲律宾这艘海警船这样离开都真的离开得很急 而据菲律宾媒体的说法 总体来说他们走得这么急的原因就是缺乏補级 一直以来中国海警部队都对你手非法闯入的菲律宾海警船纵行封锁 有很多次的補级 菲律宾那方面都没办法按计划进行 所以使得坐摊在仙滨礁那艘海警船里的船员就只能够节衣缩食 连水都要省着泥饮 于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船上的生活是多么困顿 由初时一日三餐 减到一日两餐 到最后就缩到一日一餐 几乎饿死那样的 至于喝水 还惨得只能够靠回收水或者靠雨水才能够维持得到 有更多的视频从菲律宾的智媒体流出的 他们靠接着帐篷上的雨水收集起来才叫做顶得住 没得吃你还可以捉鱼 但没水喝 我相信才是最糟糕 水这件事很重要的 每人每日都需要喝 而且你也不能够舀海水来喝 于是缺乏水源供应的话 也就是告诉大家 船上的人员根本没办法维持下去 长期缺乏补吸体压 而导致船上的船员只能够靠收集雨水来到过日子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根本没办法可以洗澡 厕所都不用洗 于是船上的卫生条件急剧下跌 相信船舱内都是一股臭味都未定的 有这样的情况可想言之是多么严重 还有就是很多水不能直接喝 这些船员透过收集雨水可能就直接喝下肚 如果是这样 病得更快 据说 有部分船员在船上出现辐射脱水种种的问题 或者这些都是因为受到细菌近染 或者喝一些未经过来的水 继而就导致这系列的问题了 不单止还有船员更加是发生淚风湿关节炎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船员长期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下 而且是高温的环境 现在是夏天 太阳浪上来 甲板上的温度可以升到40度 于是乎一个一个根皮力揭 有些受债伤 有些还病到瘫瘫腰 在这样的情况根本就无可能维持得到 还有一件事就是发生在8月31日 当日这艘船更加和中国的海警船发生过碰撞 继而就导致菲律宾这艘海警船的船身出现一个大洞 后来船员就随便找一些木板顶着洞 但是这种做法都只不过是临时性质 在海上随时都会有风暴 当风暴发生的时候 自然就会导致海水倒灌 海水倒灌 船身入水 船员当然可以努力地北水 但是长此下去都不是办法的 在这件事上也预示得到 这艘船根本不能再继续留在仙宾朝附近 大家在画面上看到 这就是当时和中国的海警船阵冲撞继而造成的一个洞 而且菲律宾的海警部门也有持续地和中国那边保持谈判 当然在外界一致否认 于是在种种因素交踏下 最后这艘船只能静悄悄地离开 总体来说 中国海警部队用这种封锁的办法也告诉大家 这种方法是正确的 是可行的 总之就是你要来坐摊没问题 你坐摊了 中国海警船就封锁你的保级 当保级线被封锁 想来坐摊的船只能坐多久呢? 其实在菲律宾在今年4月将这艘海警船洗队仙宾礁之后 在5月和7月也先后安排过两次的补给 从这两次的补给之间的时间也就是告诉大家 每一次的补给大约可以维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如果超过一到两个月的话 那船上的船员就很难继续生活下去了 都没办法维持生活的话 到最后就只能静悄悄地离开了 当然有不少的西方媒体也对发生这些事情不停批评中国政府 就说这些船员导致缺水就是多得中国的封锁 喂要搞清楚一点 是菲律宾的船只走到中国的领海本身就不应该进入 但是他们非法进入这些西方媒体 还将我的责任赖到中方 这种说法实在太不公平了 不过总体来说 中国的海警部队用这种方法完全封锁 船员的补给我认为是最和平和最理想的解决办法 一直以来中方都非常克制 从来你都看不到有军用的船员在当地出现 据说这艘船在7月的时候获得一次补给之后 菲律宾在8月28日就尝试以直升机空头 不过有部分的物资就跌到海并且由中国的海警撿走了 至于其余的补给人物基本上都是失败告终 所以从这件事里面自7月份成功补给过之后 去到9月就大约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而且也都刚刚超出了每次补给完之后所能维持得到的时间 既然没有办法补给菲律宾当局也只能够决定把这艘船撤离了要封锁 附近的海域真的很不容易 不过中国的海警部队也成功地将大部分的补给任务完全封锁 从中也突显出中国的海警部队在情报收集和烂截方面效率非常高 反而菲律宾海警部队每次实施补给任务大多都是以失败告终 还有不要忘记菲律宾海警部队是一直有获取从美国海军的情报 美国海军是长期在事发地点附近在上空盘船 不过始终的就是中国的海警船隻多、船身大、封锁得棉密 是从实力上完全压倒菲律宾的海警部队 不过将菲律宾的海警船和中国的海警船摆在一起做一个比较 实力始终都差很远 要突破中国的海警船的封锁难度真的非常高 还有就是菲律宾的海警船更加被中国的海警撞穿了个洞 西方媒体大力批评这件事 不过中国的海警船都有受伤 如果不是菲律宾的海警船在当地出现 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些碰撞的事情 但是中国的海警有没有拿这件事来做宣传? 没有的 撞损位就修补了 但是菲律宾与西方媒体就经常拿这次事件 例如形容中国的海警很暴力 明明就是自己闯入人家的水域先 反而还要指责中国? 这是说不通的 大家可以在画面看一看 船上的菲律宾船员用一种很原始的过滤方法 就是用一块白布当是泪水器来用 这样当然不行 一般来说要替水消毒除了将它煮滚之外 也可以用淨水药片 但是淨水药片始终是有限 所以才搞到菲律宾船员要用这种原始的方法 来过滤淡水 还有就是有一件事很奇怪 其实如果菲律宾海警是预了要洗手船入鲜崩礁 和长期霸佔当地的话 那是不是事先都应该要做足准备呢? 药物又缺乏,淨水片又没有,其他资源都没有什么 明显就是菲律宾当局就没有做足够的准备了 再看看这幅图 在中间那艘菲律宾船员被周围的中国海警船重重包围 想突破这个防线向坐摊的船员进行补给难度非常高 坚持不了,如今菲律宾决决定撤离这艘船 我认为都是做一次好事的 而事实也证明中国海警船有能力制止这些猴子气继续出现 那好了,说到这里,仁爱昭那艘船又怎么办呢? 可不可以用同一个模式来对付仁爱昭那艘坐摊的船员呢? 还有就是仁爱昭那艘船员更加麻烦 因为那艘是一艘很舊的船 行不行得都成问题的 所以对付仁爱昭那艘坐摊的菲律宾船员 可能就不能复制仙宾昭这次的模式了 因为那艘船本身都已经舊到行动 唯一办法就只能拖走它 不过我都希望中国海警能想到办法 可以对付仁爱昭那艘菲律宾船员就最好不过了 好,有关菲律宾的话题今节就和大家跟进到这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